好 如果我們真的不能夠寄望 總辭之後又復活的閣員門的話 是不是真的如蔡委員所說的 這個不分國民黨還是民進黨 大家來提案 來阻擋這樣的一個事情 我想請教一下其委員 你們真的可以這樣做得到嗎 現在孫大謙委員等四人 已經率先發難 但我覺得四個委員 這個聲音還不夠大 其實我想這一兩天 可能會在黨團裡面 形成一股力量 然後大家趕快連署 那我個人立場上 我還是非常反對 因為這個東西 你問民間就知道 這個交易太不合理了 不是說反對他交易 那再說你賣給外國人 這個外國人高升末會 而且跟中方又聯繫那麼 可以講那麼密切 讓人覺得這個交易是問題 重重匪夷所思 那你說三十億 那三十億我剛剛已經講過了 三十億你要你要答應拿出食安基金三十億 沒錢真的沒錢 沒有勉強您 就看你的信用夠不夠 也沒有強迫 你馬上幾天要拿出來 不要用這個理由說 為了要拿三十億出來 不得已來賣這個東西 這個理由沒有人會接受的 因為現在大家對於這個交易案的背後 其實有很多的懷疑 那除了就是說表面上是這個 我們不要讓這個馬來西亞去投資 我們的一個101 可是外面就是說 其實頂薪的資金缺口 真的只有三十億嗎 因為他整個利息 如果要工股銀行 要抽這個銀根的話 他可能馬上就要有一百多億的付出嘛 所以他就他必須要買這個賣這個股票 但是很多人就懷疑說 他這個是不是跟這個公司有一個叫做 付買回的融資案而已 就是說我我只是我只是先給你 假裝我們有交易 其實沒有真正沒有這個交易在進行嘛 那你先把一筆錢給我 然後我們的合約有條款 付買回條款 對 就選一個說我幾年之後 以幾倍或是多少再多幾%的價錢 我再把你買回來 這可能是不是一個假交易呢 就是說整個東西除了整個表面上的因素以外 整個合約還有這個整個交易的內容 其實是有很多疑點 可是我們的財政部 你說好 那我們叫財政部去查查 到底是真的還是假的時候 其實財政部根本沒有這麼多的能力嘛 我們從頭看到尾 我們的財政部如果說有能力去管這些事情 早就這些問題早就不會發生了 所以今天大家對這筆交易的疑點 不止於是說 它公開賣給一個馬來西亞集團而已 是不是頂心集團 你跟這個人是不是有假交易存在 這是讓大家又覺得很懷疑的地方 好 這整個交易 為什麼變這麼複雜 我覺得有個關鍵是 頂心未加的誠信 在台灣社會已經不被接受了 好 傑銘你怎麼看 純粹從交易的角度 或從法律角度看這個問題 我可以用幾個方式來說明 第一件事當然你先說李生鏡 李生鏡的資產現在媒體都知道 它身家是1341億台幣 那是用中旅遊 也只有這些起家的 後來炒房地產 那在廈門有100億的投資 那100億在它1340億的金額裡面 100億人民幣大概是500億台幣 那裡面也創造它的收益 所以目前你說要把它說它是有中資背景 其實這部分是很難去判斷的 因為它是在馬來西亞起家 而不是來自中國起家 那如果要用中資去卡它 我覺得這邊法律上要有一些解釋 那第二件事情 整個金額是交易是250億.4億 但正在境外交易的金額是36.1億 並不是全部的251.4億都在境外交易 所以應該可以刻到 因為它是位上市股票 所以它應該可以刻到12%的稅率 加上證交稅 所以應該最高可以刻到 將近20億18到19億台幣的這個稅金 因為台灣現在並沒有 證券交易所得稅這樣的一個制度 那境外部分它金額並不大 就是大概36.1億 所以用境外去卡它 可能比例上面也不成比例 這是第二件 我們從金額角度來說 第三件事 其實財政部有權利去管這個事情嗎 恐怕財政部只能就是收稅 它其他事情不能幹 因為那個股權不是它的 那我們真的看財政部真的有誠意嗎 從這邊來看 也沒有財政部的股權 證交所也不是歸財政部的 那頂多就是兆豐第一華南 是它的子公司 所以你可以看到一件事 其實在之前台灣政府 就沒有那麼愛101 因為它一開始 販工股就沒有超過50% 所以你現在反過來說 你這販工股沒有到50% 你要把它買回來 我覺得這部分 也有一點點 你一開始就沒有說好了 另外一部分在法規上面 101大樓有規定不能賣給外資嗎 好像也沒有這樣子嘛 所以所有的 所以金管會能說話嘛 對不起 金管會你也不能說話嘛 那財政部你只是去收稅 你也不能說話 那唯一就是投審會了 投審會 當然它可以有多方的考量 來決定這個案子 要不要經營 但是請記得 投審會在做這個決定的時候 必須要確認 這個是不是正有中資 如果它沒有中資而反對 但是101條例裡面 並沒有說不能賣給中資的話 小心一點 為什麼要小心一點呢 因為我們要準備加入TPP 馬來西亞也是TPP裡面 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合作夥伴 那他們第一關已經在裡面了 所以當然如果我們是屬於後面的 那如果他們第一關已經同意完之後 我們要加入TPP 我們要單獨跟馬來西亞 日本還有就是已經 加入這個會員裡面討論 那馬來西亞在東協 它是具有一定的地位的 那我當然不知道這個李生進 對馬來西亞政權有沒有什麼影響 我不知道 但是如果在TPP裡面的條理裡面 基本上彼此應該有投資保障 你不應該政府的手不能太介入到 就是民間的交易 因為這明顯的 陰影大陸 因為台北市政府是只用地上權 BOT出去 50年後才是你的 所以在這剩餘的這些時間裡面 按資本市場的交易 那你要怎麼賣 其實你投審會必須要審慎行為 如果投審會的理由不夠充分 這事情鬧到國際上 對台灣也不利嘛 好那我要解釋為什麼這個價格會這麼貴 對 其實我們台灣人喜歡望自菲薄 其實台灣最近 而不是美國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國務卿 亞太地區來台灣演講 這個在電視台有公佈 對 他說其實你跳出台灣來看 看台灣包括從東協或者美國看台灣 台灣的政經地位 超過台灣人想像 所以101大樓的價值 絕對不是你帳面上所看到 它有一個叫Premium 就是你這個生育的這個價值 那我想這個炒房地產 你大概也清楚 這個生育的價值是如何 至於說這個什麼交啊地位啊 那都是形容詞 在國際交易裡面 你就是告訴我不能買理由 跟可以買理由 然後在國際上面去做說明 所以我們很實在地說這句話 好 那回到剛才我其實 嘉欽跟委員都講了一個 非常重要的概念就是 那為什麼一開始 中華開發要賣 對 這是個大問題 為什麼這中間有一個 按照這個Coco姐的說法 李素德好像有採取在其中 好 因為那神秘的 墨黑10分鐘 中華開發決定賣掉 好 傑民這個問題就是說 我們賣的當時 為什麼簽了這樣的一個人 對 你賣的當時 你就不在乎了 我們說今天是因為發生 黑心有 我們才注意要鼎心喊黑心 那如果沒有發生黑心有 你怎麼知道鼎心不黑心呢 所以我們現在就事論事 就事論事來說的話 當時還傳出RTC15% 也要賣掉 後來是民情嘩然 所以這個之前的 前任經管會主委才說 好了 RTC的15%不賣掉 本來按照所市場的熟知 根據衛家的說法是 合約上面有講到 就是他們在買賣的交易當中 有時候RTC15% 也要賣給這個衛家 衛家就可以擁有101完全的經營權 為什麼當時可以 現在不行 所以我們現在看著政府 我覺得現在的政府 從毛治國到這個 我們說張勝和 他們都說了一個 你既然要交給投審會處理 你毛治國就不應該說話 你交給投審會去處理 當你毛治國下了指導期 就你投審會做了什麼事情 就要投審會負責了 全世界會說你投審會怎麼做 所以在資本市場裡面就知道 證交證所稅沒有 不能科稅 你就是科不到稅 這個金額在國外比例是36億 也不是全部 你不能全部貴到 它是境外投資 所以張勝和說的話 這裡又很大的問題了 事實上張勝和也有收到稅 總共收了將近20億 所以我這樣講 有兩個人必須把話說清楚 一個就是李素德 如果周玉扣結束的道理 這裡面有李素德的話 那李素德麻煩你出來 當時解釋 為什麼要把這個事情 把它賣掉 第二件事就是 如果今天投審會的決議 它是一個公開透明的 我們就建議這個決議 雙方的辯論 願不願意 公開的揭示給所有老百姓 但是千萬不要情緒化 因為這個交易 已經是國際性的交易 除非將來台灣的產業 沒有國際化交易 那就算了我們鎖國 但是如果今天 有這個案子出來 而且它境外的投資比例 不到14% 你把它虧到台灣境外投資 這也很大的疑問 所以政府面對的事情 我覺得非常三思 尤其是台灣要討論到 自由貿易的時候 蔡委員 這個案子 它的買賣真的是充滿懸疑 如果今天46塊是不貴的話 那就是當時的13塊賣便宜 那為什麼當時李素德要把這個 中華開發的股份把它賣掉呢 李素德他的老闆是什麼人 馬英九 就是馬英九 難道這裡面沒有涉及到 所謂衛嘉 他兩次出任馬英九的進選後援會 工商後援會副會長 他們裡面到底有沒有政商的利益 掛鉤 還有這裡面一定有政治現金 你怎麼可能去當人家的副會長 所以如果說今天46塊是不貴的話 那當然當時的13塊就是賣便宜 我們也要追究這個責任 另外我說政府要去引導 鼎薪衛嘉101的股權 很快的移轉到適當的人的身上 包括國營企業去買下來 或者是由國內的企業去買 你能想像說有一天這個鼎薪101被外資操控之後 他在過年的時候 他鼎薪大樓我們在慶祝放煙火的時候 他打出來是背個國家的國旗 這個情何以堪 所以我剛剛一直講說 台北101大樓如果是定位為國家的門面的話 他是臺灣之光 他是國家的驕傲 那政府就有那個義務 就臺灣人跟101之間的感情 要去引導他賣給適當的廠商 而不應該讓外資 或者是這個外資的資金 我們覺得有可疑 或者是他們整個交易裡面有沒有灌水 有沒有假投資真洗錢 或者是假投資真移轉 我們要密切的去注意這個買賣 這個買賣一定會在傷害 臺灣人民跟政府之間的感情跟信賴 請毛澤國上任之後 務必小心 不要以人民為敵 好 那這個交易 我們就要回到當初 當初怎麼賣的 那這個賣的過程當中門神是誰 到底是法定職權 還是實質影響 我們稍後回來繼續談